主持人在外傳說蔡總統決定在520特色選舉 這件事情已經八年沒有處理 我是不希望說用這種媒體放話來測風向 我個人是希望說蔡總統如果真的要做這件事情 他就自己出面出來解釋說為什麼 而且特別是偷了八年也沒有處理 現在突然要在卸任前要處理他的想法邏輯 所以這種比較重大事件不宜透過媒體放話再帶風向或是說再測風向 你覺得個人一定是戰勝嗎 我還是這個案子已經八年都沒有處理 我現在突然要處理我是蠻驚訝 到底怎麼一回事 而且這樣這個也不是說什麼叫特色 政界講說要處理 我都不曉得蔡總統到底要怎麼做我都不曉得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非常关心的涉叶议题 谢谢 在民生经济议题上 其实有很多打底的工作 还要持续的进行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的住宅的问题 我们做了阶段性的处理 那下一个阶段 还要再持续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是台湾的社会很关注的议题 也是年轻人很关注的议题 但是它的解决 它的问题的累积 是累积的很长的一段 它都解决了 需要持续性的 在每个阶段 我们投入资源 用政策 用资源 来缓解这些住屋者的负担 那这些都是我们持续要做的 需要做的打底工作 我们也会来打底来做 所以你最后的那一题 我后来还没开始想 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午安 阿扁重返凯道 来到府前 来行使我这辈子 第一次的请愿权 作为所谓保外就医的受刑人 也享有宪法所保障的请愿权 昨天我也特别行李 来向监方做报告 今天有这个行程 刚才我正式来呈递请愿书 除了书面的内容以外 我要在针对请愿的室友 做以下的补充 我们都知道 我们最敬重的蔡英文总统 他已经没有在见任民进党的党主席 所以比较没有所谓的政党第一 或选战第一的考量 特别我们蔡总统 已经两任第七年的任期 也没有所谓接下来要不要连任的问题 所以以总统的高度 我相信他应该可以听得进我以下的补充意见 我们都了解到洗钱黄制法 是在2005年立法院三独通过的管案 也是阿扁任内所通过的洗钱黄制法 我非常清楚 当时洗钱黄制法是为了因应世界的潮流 我们也有这样的一部 黄制洗钱的法案 也得到世界很好的一个口碑 但是由于时间的参促 我记得非常清楚包刷包害 而且请求杂菜米都是拼凑而成的 包括很多不同犯罪的太阳 全部放进洗钱黄制法里面 是为了黄制洗钱 而不是为了黄制残血 那今天有人把它误用 说触犯洗钱黄制法 被判刑有罪 不管是缓刑或者易克华金 今后一例不得参选 这完全误会了当初洗钱黄制法立法的宗旨 这一点我是过来人 我有必要先跟我们蔡总统做一个补充的报告 另外我们也知道 像美国的洗钱黄制 这完全是针对国家的安全 为了惯恐战争 所以 重点都放在 组织犯罪集团犯罪 国际诈欺 或者国际的贩毒 我相信绝对不是涵盖所有的洗钱 全部都在 美国政府 他们所要 建立的洗钱黄制的目标 今天我们包山包海的一个洗钱黄制法 跟国家安全无关的也要纳入 也不是淹毒毒犯 或者集团的犯罪 所谓主持犯罪 或者说影响到国家安全的 很多不同太阳的也要把它纳入 美国给我们看 我们超越它也没有关系 但是用来 从洗钱黄制变成参政黄制 参政储夺 那就有问题了 我们也必须要进一步来了解 立法院在大 行政部门在行 我们是股权宪法的国家 我们有司法院 我们也有法院的法官 在定夺有罪无罪 重视 有罪只要不是死刑 无期徒刑 对于储夺公权 就是要非常的慎重 最高有期徒刑 的储夺公权 就是上限十年 没有说一辈子储夺公权的 除非被判刑 赎罪 或者无期徒刑 那今天 立法院要通过这样的一个 储夺公权终身的法案 可以超越法官吗 法官都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可以对于有期徒刑的犯罪 储夺公权终身 行政院提出这样的一个版本 立法院要强行通过 这个不是很奇怪吗 完全不符合立法的终止 而且又是法院已核定 如果这样的话 储夺公权 就干脆把它废掉吧 就由立法院 由行政部门来决定 谁这辈子可以参选 不得参选 一样的 阿扁也是更生人 我年轻的时候 我曾经为了蓬莱岛案 来坐牢 八个月 我出来我就是更生人 更生人 受到更生保护法的保护 我们从建立行政法 第一条开中名义就讲 我们不是报复型 我们是交易型 行刑之目的 在处处受刑人 改回向上 输引社会生活 结果今天 我们无事更生保护 无事说从建立出来的 特别是一个年轻时代 所犯的错误 一辈子都不可原谅 而剥夺 他终身的参政权 这样对吗 这样合理吗 难道我们更生保护是假的吗 是不是 就是除了工钱毁掉 更生保护也毁掉 不要再住期欺人 我就今天向总统府的请愿 做以上的口头的补充 我们希望提供给我们蔡总统 能够做一个重大的参考 遗迹 当然我也必须要补充一点的是 在美国 对于参政权的剥夺 他们最高法院有一个判例 那就是 对于做法律 要来剥夺限制国会议员的参政权 最高法院判决是违宪而无效的 美国的例子 我们难道无动于衷吗 我们把他当中没有看到吗 人家都把他解释是违宪的 剥夺人家的参政权 是不可以的 特别是不符合比例原则 更是违宪中的违宪 我们希望提出来 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补充报告 谢谢大家 好 谢谢